欢迎大家出席香港辩论超级联赛11月14日 这一场甲义的分组赛 今天的辩题是 以主题设计活化公屋街市不设实际 对赛的双方包括是正方的回资中学 反方是英华书院 让我先介绍一下双方的辩论员 我是今天的主席、计时和评判王教委 今天的正方的主辩包括邱乐盈同学 一副徐希敏同学 二副陈楚荣同学 结辩郑艳雅同学 反方开辩 陈庭志同学 一副林柏行同学 一副林柏行同学 二副王启涛同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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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点点双方的辩论 有点双方的辩论 结辩是林子逸同学 结辩是林子逸同学 好 我就看刚才大家介绍的情况 似乎电脑有少少一两秒的延迟 请问英华孙同学有没有问题 你好 我想说一副应该是雷军杰 不是林柏行 哦 哦 因为我看到你们打出来的是林柏行 不是林柏行 是吗 谢谢 但是二副是王启涛同学 对的 结辩是林子逸 也对的 陈庭志主辩也是对的 是欠一副同学 是雷军杰同学 OK 是雷军杰同学 OK 重复一次 反方的一副是雷军杰同学 雷同学听到吗 听到就请你举一举手 OK 好 非常听到 我亦都确认你们应该是没有聪明的了 好了 去到这里 我们很高兴今天请到三位评判 帮今场的赛事评分 他们首先有梁苗科小姐 她是城市大学中文辩论队的队员 多谢梁小姐 多谢梁小姐 另外就有莫晓宜小姐 刚才那场也是她做评判的 她是德兰中学辩论队教练 和香港中文大学日夫书院的队员来的 辩论队 多谢莫小姐 第三位评判就是我 我就是王杰韦 我是两间保良局的教练 我本身是资深传媒人 和开沟通顾问公司 我们三位教练就介绍完了 现在我首先就是正式讲一讲 比赛的情况 本场的比赛是网赛 所以如果同学之前已经看过赛规 我也建议你再听一听 以免中间有什么脱漏 这场比赛是分为主辩 台上发问 一副二副台下发问 以及结辩六个环节 发言时间是4334 反方主辩完成发言之后 双方各有一次台上发问的机会 台上发问完成之后 答的那方一定要是双方的主辩 正方一副便会继续发言 到反方二副讲完之后 便会进行台下发问的环节 台下发问有两次机会 完成之后便会进入结辩 除了台上发问台下发问之外 每一次的发言时间结束前 30秒便会有一双 基于网赛里面 听叮叮有难度 所以是本人人欲叮 即是你会听到我叮 警方便会叮叮 早上再发问 早上会叮叮 刚刚的合逾五秒 就会叮叮叮 然后我作为主席便会叮叮 今次的网赛是不切超时扣分 但又一超时便会叮叮 如果叮叮叮叮叮 屏判亦不会考虑你过时之后的说话 详细的赛会便分布了 請問大家有沒有問題 兩邊有沒有問題 給O字,OK手勢給我 OK,很好 現在我們可以正式開始比賽的時間 請大家有少少包容 因為我要做幾樣事情的原因 我的時間是會準確的 但可能我說起來會有點慢 希望大家有少少包容 現在我們首先請正方開辯的同學 你是有四分鐘的時間 你準備好告訴我可以 我就會叮叮 到剩下30秒我又會叮叮你的 你OK的話就說聲可以 HELLO,我聽到 聽到的 請問反方聽到正方說話 可以了 沒有任何疑問 現在就正式開始我們的比賽 正方開辯同學 你有四分鐘的時間 準備好,你告訴我可以跟著聽 可以了 主席平倌座坐各位,大家好 今天的辯極 是自主題設計互化公屋玟燭,不切實際 根據漣宗大地理學系教授杨宇曼 在香港公營房屋五十年一書中指出 上世紀七十年代 公屋成為將集中於市區的市民 分散到新市鎮的動力 對於每個最少要安置兩三萬人或以上的屋村來說 完善的支援配套就成為了不可或缺的要素 當時街市存在的目的 在於以商宜價錢供應公屋居民生活所需 因此租金不可以太高 始終公屋住戶一般比較貧窮 此外英國開放大學社會學系主任蘇菲華珍 所言地方市就同時也是公共空間的重要角色 可以減少族群間的歧視和矛盾 提升社群之間的交流互動 減低對弱勢社群的排斥 這些都是公屋街市最重要的功能 也是變形中的實際 而符合這兩方面 也是今天討論以主題設計 是活化公屋街市是否不設實際的標準 我方今天支持辯題 原因有兩個 第一 主題與社區格格不入 對當區居民根本並沒有實際效用 就以啟田街市為例 2018年7月以歐陸風為主題設計 但根本和位於藍田的啟田街市不配合 以歐陸、以英倫風為主題 叫當區居民和蕩住如何配合 是講英文來買菜 還是叫街市專賣英國食品 結果裝修的錢用了 但根本表現不出什麼歐陸主題 當然啟田街市仍然是藍田區最大的街市 不會沒有人流 但這些人流大多數都是來自藍田區 主題設計的長期正面影響根本就是零 既然多次一舉又如何設合實際呢 我方支持辯題第二個理由 是以主題設計活化不利於街市發揮公共空間的功能 用主題設計到街市美倫美換 但額外的設計費用 額外做的裝飾和裝修 但額外往往是以管理方成本上升作為代價 楊無出自楊身上 他們的回應自然是加租 正如捉完街市以簡約和蜂來做主題設計 結果豆腐黨當著江先生唯有不再續租 因為裝修後租金由萬多元變成三萬多元 不要忘記公屋街市的初衷 是令江區居民租得起 並且因低廉租金而令貨品價格降低 以配合社會上公屋居民這群財政相對緊絕的市民 現在租貴了、貨品賣貴了 可能符合到業主的實際 但就不符合不到公屋街市本身的實際 當然街口式街市是有它的問題 改善環境和翻身是有需要 但是將街市翻身成更乾淨和衛生 同意主題設計是不能夠畫上等好 正如香港人因為超市環境較佳而光顫 但你都不會覺得維康和白街是有主題吧 因此用不用主題設計根本無關為人治 但它帶來的問題是要由整個社區來埋單 因此我支持今天的面題 多謝 正方開辯所用的時間是3分34秒 沒有過時,不需要扣分 本來也不用扣分了 不過現在請反方開辯 同樣是有4分鐘的時間 請問每次中學有問題 完成 environmental training 好的 同学,你准备好,你就告诉我,准备好,你听我叮了 OK,稍微站直一点 准备好了,OK 主席评判在座 叮 帮主见法 犯了两大错误 第一,确认 不好意思,停一停 第一,我没有叮 第二,最主要是你刚才突然叹一叹 不如由头来过,好吗? 由头来过 没问题 好,你记住听我叮 准备好了吗? 兵 主席评判在座,各位大家好 一人有方主见法业犯了两大错误 第一,判断方 有方说主题会化,令到公屋街市高租上升 变相令到公屋市民负担重了 购买,所以持续也贵了 但先慢着 博文委会 凡面就指出,领展有权安合约制行李 第二,租金 公屋街市有没有回法根本集合 重点 另外,在长沙环来过 街市卖了三十年 报纸是陈先生的表现 街市会化之前 明天就已经在三年代加租百分之五十 百分之五百分 是否只要公屋街市门主体会化 租金就不会上升呢? 第二,标准过低 有方主题就数了几个公屋街市主题活化 做得不够好的例子 就尝试论证整个主题活化公屋模式 而不似实际 但等等先 有方在为正开有责地证明 以主题活化公屋街市的模式 有什么本质上的问题 而此代的活化例子都是深快 相反我方立场的非常清晰 以主题适合去活化公屋街市 是近这十分的新兴模式 不少公屋街市都在近几年才被主题活化 我方绝对承认部分活化街市有改善空间 但绝对不等于整个主题活化不及实际 我方行量变题 在于容易提升设计活化公屋街市 有没有能力去提升它的竞争力 因此我方反对变题原因有二 第一,有化设施改变定位 随着部分公屋屋村一战老化 公屋街市面前各种问题 例如部分街市自私落后 有些甚至出现长期空置的情况 主人式设计活化街市 静定可以解决以上的问题 而石离街市维的区员林肖辉就说 活化前的街市环境恶劣 不但天气、冷气、电梯等现代化的设施 更加可以见到老鼠随街走 摊档空置率逐渐上升 再档更加的空置率有三成那么多 单方呈现它远一点的石任路买上 但这个主题活化后的石是街市活源一身 不单只在硬件上安装冷气和木材的设施 更加重新搭建水来解决卫生问题 更重要的是它俗以老香港为次继续主题 从而当年骰智大压的风漫 街市是继续广场的主打老牌 绿色大牌档吸引乎客 从石离街市的公市率成功达致力 反问右方 主题活化成功提升街市竞争力 是不是都挺不切实际呢 第二 主题特色 博物客业 距离超市贵方给公屋街市成行成市 平时买送亦多了很多的选择 街市就是唯一的选项 主题活化成功来到公屋街市重新出 活力 继续其他超市取代不到的独特性 有了街坊回流 以千岁所为的天岁街市为例 甚至活化成曾经组团去到欧洲 集中当地先活示测经验 另外千岁街市平衡欧陆现代式的设计 街市内层以欧陆式建筑为主 街市里面不允许首创那种现代化 香港首次专业街市公司 它会模仿老香港的购买文化 即时对各项货品进行报价 例如街市持有各类型的 不止购物服务方便顾客 新的尝试将不一样的街市观念 带入天水为委街坊 带入暂身的购物体验 并建华集团行政总裁令委员 就展出 活化之后的天岁街市人流升了五成 集报稿的增资参加表现 除了旧街坊光顾之外 同时吸引了很多区外故行 令到商务营业马亦大增近五成 最后想问有方的主题活化街市不切实际 任由街市到白室去敬 是不是都没问题呢? 多谢各位 反方方面所用时间三分五十一秒 也是没有过时的 现在就去到台上发问的环节 首先会在正方台上 可以选取任何一位辩论员 是向反方的主辩提问的 问的时间是一分钟 反方可以准备一分钟 然后又回答一分钟 无论是回答的时候 如果你回答的时候只剩15秒 我会叮你 之后那个环节就会反转 那有没有问题 大家 没问题 有什么事呢? 阿姐同学 我看到 画同学那边的声音太脱咳了 真的有没有脱咳 我们这边听得其实不可能很清楚 我英画同学的声音比较脱咳 这个一来就是跟他们的收音设备有关系 有没有办法调整一下收音设备呢? 第二样东西就是跟同学发声的方法有关系 有部分应该是跟你们的系统有关系 第二部分是跟同学说话的方法有关系 不是完全是系统的问题 既然会知中学有这个提出的话 请大家注意一下 看看你的器材上面能不能处理到 首先 另外也提醒一下 接下来英华同学发言的时候 因为有隔着口罩 再加上这个 胸袋的声音回音会难免有点 所以请你们说话尽量清楚一点 我们可能会走近一点 还有可能脱口罩 你不介意可以脱口罩 另外你不介意 其实你可以找椅子坐下在前面 好像他们这样 除非你很习惯 一定要站起来说话 那这个留给你们抉择 大会是容许你们坐下说的 不如 我们坐下 我们坚硬一点 会不会好一点 我们坐下 是声音会好一点 那同学你试试多说两句 看看今次会不会好一点 四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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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很多 不过你的声音 一直是四个里面最清楚 刚才也是 在四米的时候 所以其他同学都要留意一下 好 OK 现在有点赢的英华同学 我们等你赢完 有点赢 有点赢 好 还有没有其他问题 两边 没有问题的话 我们现在就开始发问的环节 我想提醒评判 分子上面都是会跟回他们的发言次序 所以在顺序上面 反方的分数首先是写他们答题的分数 可以吗 OK 同学 准备好的话 正方的同学第一条的台上发问 你有一分钟的时间 叮 主席评判族族 各位大家好 我想问有方同学 公屋街市作为公屋社区的设施 自然要为公屋居民服务 而且公屋居民一般较贫穷 尽量低的租金 自然令到当主更有空间低廉价格 迈给居民的所需 想问有方同学 主题设计造成成本上升 推高物价 为什么反而对公屋居民有利 还是有方认为公屋社区设施服务 盈利是最有利的条件 去保持公屋居民的生活质素 是否不切实际 请有方正面回答 好,谢谢 43秒发问 现在是一分钟准备时间 请反方主便准备 叮 不须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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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 好,時間夠了 請反方的主便去台前 你們的麥克風前面進行一分鐘以內的答題 現在是否清楚 清楚的話,舉行手勢 現在開始了 有,多謝有方和我發問 首先我想說回 有方和我說主題活化令到租金戶友升幅 但其實我剛主題已經說過 無論在什麼情況下,只要領者是合法的 租金都可以有升幅錯誤 不是在主題化那裏 而且我們都知道租金可以靠其他方法去改善這個問題 但如果你避免了加租的情況,就是怎樣呢? 就是容許地客繼續濕滑老鼠橫行 這個環境非常惡劣的問題 多謝各位 好,答題時間35秒 現在請反方派出一位台上便員問問題 是,聽到嗎? 聽到嗎? 你有1分鐘的時間 叮 主題評判做了 各位大家好 有方剛才主題開出一個啟田街市的例子 說歐杜峰不知道為什麼 有一個歐杜峰的主題 公屋居民就要講英文 歐杜峰不明白這個邏輯是怎樣的 第二 有方和我們今天講啟田街市 歐杜峰的風格 和公屋街市本身格格不入 但是今天有方說的只是主題選得不好 我們有方都可以給你很多主題選得很好 居民很滿意的例子給你 所以最後想問有方,一個主題選得不好 是否整個主題活化都不好呢? 多謝各位 好,35秒的發問 現在1分鐘準備時間請正方開辯準備 叮 我們一頓 選擇 就… 解釋 或者是 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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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叮叮时间够了,请会知中学的开辩同学 大家好,我想问有方同学说我们启庭街市 我都没说,请你停一停,先听我叮一叮 刚才你说的评判不需要考虑了 好,叮 大家好,我想说有方同学说我们启庭街市不设合 但是你有没有说过实际的例子给我们 说是真的不配合呢? 还有有方同学说启庭街市是不适合 但是你有没有可以给到实际的例子是真的不适合呢? 有什么主题设合是可以适合呢? 我们给钱买菜,买到很贵 物质真的很贵 现在的东西是要为公屋市民来做设合的实际买菜 如果你说要加钱的话,公屋的居民就会买贵了 谢谢 好,所用时间56秒 然后立即进入负辨的环节 我们现在先请正方的一副出来准备 负辨环节一副二副都分别有三分钟 同样在30秒前会一叮 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吗? 试试咪的声音 先出声音 不要弄得这么远 你正常怎样说又怎样说 你先说两个声音介绍一下自己 你未开麦,没有了? 可以了 你说两句,让大家听一下你 我是徐希 请问听不听到 大声点好点 我是徐希,请问听不听到 可以吗?英华 可以,我们也听到了 继续在这个声调 否则就不能收到 你有三分钟时间收到 准备好吗? 可以 叮 有方说有些街市 会增加了人流达至活化的效果 令到收益上升 但就算不用主题计计 单是一个新的街市开张 或者改善一个街市的卫生和环境的问题 都已经可以吸引到很多人流 但如果不可以证明 上述的因素都没有 一定要主题设计不可的话 我觉得有方同学 基本上逻辑上已经证明不到 它是实际的 还有众观有方的发言 他们都没有证明到 欧六峰和世界的主题设计 是公屋居民最想要的东西 因此有什么设合实际需要的 真的很诚意问 没错 他们是会带来短期的刺激 短期内吸引人去看一看 去投资开档 但是公屋的街市 不是做几天就完的年宵市场 公屋街市的特色就是 用来支持公屋居民的日常生活 是十年至几十年以上的生意 短期内的刺激是没有什么意义的 而且这些主题设计的花费 是往往都配合不到当区的特色 和居民的生活 对他们来说 都没有吸引力和凝聚力 好像石离街市那样 它本身都是旧屋邨 用老香港来做主题一定很适合 但是现实就是 根本整个设计 和原本的石离都没有什么关系 好像将街市周围设计成天井 根本都不是石离村原有的设计 那些天井出现的地方 在华府、信利、祝远村等 这个设计摆在石离街市 根本就是将官尼大 从宣传者面中看到第一日 第一日开张就当然很多人流 但是长远来说 根本没什么效果 对当区的居民而言 这些设计根本勾不起什么功名 和实际效果上 石离村本身有离港铁院 交通又不方便 加上设计和公屋的特色 都欲碰不到 靠主题设计来吸引人 是没什么效果 而且石离村的老街坊来说 公屋的街市特别根本就不是这些 而是买汽水不想按进 所以就特意拿个胶袋 装给你的特色 街市里面有非常好吃的蠔油拌面 街市旁边冰室里面的菠萝冰 莲子冰 但是在主题设计和翻身带来的家租 又对舊的双湖清洗地下 这些石离村的街坊的集体回忆 又得到什么下场呢? 有方还有可以说一下呢? 多谢 会知中学的一副所用时间2分32秒 好,接着我们去到 反方英华书院的一副同学 同样有三分钟时间 听到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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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到请给OK手势 可以 你有三分钟时间准备好 告诉我可以 可以 可以 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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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题评判在位那好 你会一份字四个字 归纳有方的论证 不偏概绝 今天有方一倍和他说 石屋街市会令到居民没有共鸣 但是街市做得不好 就等于提出活化的本质 不像实际 有方都有提出过 石屋一般成功活化的例子 但是完全没有理会过 到底以上例子不足以主题活化 还是认为主题活化的本质没有问题 有方应付必须交代清楚 其实有方不单单是标准介绍得不清楚 对现况的判断也不清楚 第一针对街市的环境 今天有方主席跟你说过 公屋街市的环境恶劣不流 在外形的配告也要严重过时的时候 正时质询都问了有方 是否由得老人家走路 要担心善亲 有没有冷气炭呢 所以有方今天一方面同意要翻身 但是我觉得唯独主题活化做不行 多谢有方其实已经成功了 街市环境需要改善 但有方只不过是针对主题设计 但有方觉得很奇怪的是 有方认同翻身的利益主 为什么一旦做好了 再加上主题 所以利益主就变得不切实际呢 第二针对租金问题 今天有方主席跟我开出说 今天街市由租金万多变成三万 和主变开出来的目的互相为悔 但是有方要解释 以主题活化 公屋街市和家庭的租金有什么必然关系 例如荔郭街市翻身前的三年间 租金已经由1.3万加到1.9万 因此问题的根本是出圆佛委会和领展私营机构 签订买卖合约本身 现行制的客户想什么时候加租和逐租 政府完全无得干预 因此我方虽然很痛恨不停的加租 但要解决这个问题绝对不是靠运租 所以是会发 针对租金问题 其实反过是刘淑仪和博乐卿的立法会议员 都提出解决方案 例如租金管制 参考建国经济情况 再对公营、屋村和街市次立租金正常下 因此我方不明白 为何又方会将加租完全归于主客 第三,针对街市 又方今天觉得街市只是服务市区公屋 但是我方说的公屋街市叫做托沃客业 主便和你讲了天罪街市的例子 人流和商务营业额都增加五成的时候 再和你举有爱街市的例子 用童话锋做主题 一方面保留了19间老店 另一方面引入更多新的店铺 例如有营运到凌晨12点的小食街 轮近地区的年轻人一起打卡食销 加班到深夜的上班族都有地方医图的时候 因此就算在疫情下 仍然有100%的出租率 这些成功托沙客 这些成功托沙客 最后想问有方 觉得街市翻身后没有主题 全部一色一样 与超级视像 还是街市各有主题各有特色更好 多谢各位 好 所用时间三分十秒 100%是英文 评判可以因应你自己的需要 觉得是不是要扣分 好 接着呢 就到正方的义库 有三分钟时间 景视频 如何 险评中 东西 现在看到整个冷气机 再低一点 可以吗 低一点 非常好 低一点 过一点 过一点 这边多一点 低一点 再低一点 可以 谢谢 不好意思 网菜有时就有这个麻烦 好 请汇知同学再说两句 你好 有没有问题 英雅同学 收到 听到 好 三分钟的时间 汇知同学 OK的时候就告诉我可以 可以 有方質疑我们啟田街市格格不一 但反方有没有听清楚我们 有方根本很针对活发这个慈离讨论 但究竟对一个公屋街市如何才为之活呢 纯粹光亮了外表漂亮了就叫活 但有更加重要的功能需要达到 就是供应公屋居民日常所需 在买卖活动上建立村内不同居民之间的关系 因此主题設計需要符合到公屋街市的实际 最低限度都要比之前欺骗过来到其他公屋居民租街市档位 以及比之前更能够保存老店才算是 但烟室并不是这样 例如屯门有外街市明明2017年才装修过 根本没有卫生和环境问题 但同样搞主题设计 没错 他们这些肉弄了个童话世界出来 业主仲很自由和你讲流的十九档有点 但原本有外街市有多少档? 是五十二档 五十二档 四十九档 整个六成公屋和公屋居民建立了关系的旧当主 这样也叫保存老店 你不如说日本人不要杀了南京的中国人 所以他们是保存中国人的性命 浪费资源 赶绝老店 原来这样叫设合实际 究竟友方的实际是不是和公屋居民的实际一样? 同样情况出现在以自然崩为主题的 葵城东街市 装修前四百尺破坏三万元做 翻身后二百尺破坏四万元做 最一元生意都没做 才要给六至八万元的长费 一个高门栏继续将旧友当主拒于门外 结果就好像香港理工大学应用社会科学系讲师周常明所说 翻身后街市里面很多都不是真的小贩 而是外判公司或者业主所聘请的售课员 业主也是他,管理也是他,当主也是他 当区居民的当主比他们越赶越少 原本街市可以做到的连结街坊之间的感情功能没有了 去街市比整个连锁店没有分别 社会功能没有了 这就是大家想要的公屋街市实际吗?多谢 好,会知同学时间用了两分钟的 OK,谢谢 然后我们请反方的二副同学 三分钟时间 试咪试咪试咪 是,有没有问题会知中学听到别人试咪试咪 OK,可以 可以 可以 叮 各位大家好 以赴为止,先考古的立场 其实来到这里,听到有欢堂 已经承认了主题活法能够带来有些歧视 这个是一傅说的 甚至短期是有实际的作用 有方堂已经承认了 甚至说起石尼佳斯 他自己也承认了会多了很多人去 我就想问多了很多人去 怎样没有什么有过呢 再看了有方堂对现况的理解 有方堂一傅跟我们说 他想吃蚝油撈面 说家姐有人情味 我分头不明白 难道翻身了 就会没得吃蚝油撈面 会没有人情味吗 看有方堂一傅同学所说的石尼佳斯 说的就有了美食广场 说现况是什么呢 蚝油撈面一样有得吃 就给你同学说一场效果 走了主题活法之后 他为国家吸引了这么多大众 甚至设合市民需要 由以前很早就生 开到晚上12点 为了让你这么多人都可以吃蚝油撈面 怎会不设合需要呢 所以看有方堂一傅同学 再看有方堂另一个例子 有方堂一傅同学说的 跟我们说有外街市 他跟我说 我说童话风 所以他说没用 但看回现实是什么呢 有家有外街市 走了童话风之后 现实跟你说 人流升了一倍 不同店主行 和你说生意多了很多 你们说到长长久了 但长期生意 那种事实是怎样才叫实际呢 再看有两大论点 第一个论点和我们说什么呢 他说那些主题没用 格格不入 但他从前讲来讲 我们要听到啟评的例子 只有一两个例子格格不入 就等于整体整个主题设计 都是不切实的 我都不明白 甚至有方同学 你跟我说 你觉得格格不入 就是不切实际 那么反过来 我是不是知道有一个 是格格入的 设合社区需求的例子 那就是实际 我给你一个例子 那时候在西湾河港 西湾河港 就有个街市 请专推水产 说的是西湾河港马峰 他就推行专卖海 那就是设合社区的特色 那很实际 有方同学 你是不是觉得这样 就叫实际有用呢 甚至就算 真的格格不入也好 好像有方所说 不适合社区 是不是就等于不切实际呢 像前常跟你说 有外街市 石来街市等等那些 众议没错 他的主题和社区 是不是减压 是格格不入也好 但是我更加见到 那个证实是什么 但是人流上升了 多了很多 生意多了很多 但是这样众议是不对 众议是不对社区 那个社区是格格不入 但是不等于不切实际 就是再看反正另一个论点 他说是这样 他说公共空间 有方才跟我们说 成本上升了 他跟我们说 那些东西贵了 所以就叫不切实际 我方就不明白了 有方论论 用例子很奇怪的 他说一个豆腐宝的例子 但是重点是什么呢 说的是作为一个街市 你做活法 你说的是 你除了活法之外 到底做活法 到底做活法 跟有方所说 家族有什么必然的关系呢 说的是领展 一向暖家族 大家听过不少 当有什么必然的关系 有方必须要解释 所以说到尾 其实我都承认 有方一业乎 做街市 要长长久久 但是问题是长长久久 如果不刺合社会需要 然后就会得到 多多多个位 请问 英文同学二负水用时间 3分07秒 现在我们进入台下发问的环节 请评判留意分子上 跟刚才第一个台上发问环节一样 是因应发言次序的 所以反方的第一个分子 应该是一个答题分子 现在就请 正方的第一条台下发问 让我读读,不好意思 这个台下发问的环节 台下发问的环节 大家是有一分钟时间发言 然后反方有一分钟时间准备 然后也有一分钟时间答辩 这个情况跟刚才台上是一模一样的 有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的话 我们就请正方第一位台下发问的同学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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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告诉我听可以 可以 丁 主题评判 作作 各位 大家好 要将一个街市活化吸引人流主题设计 根本从来都不是什么重要因素 就像我家附近和附街市 只不过是整得有冷气 干净 不臭 根本就已经有很多人来 不需要太多的主题设计 由此可见 主题设计对街市是否能够活化 根本没有影响 反而会浪费金钱 所以我想问有方同学 主题设计计计多次一句 有缘何之后特制呢 请有方同学 请回答 请31秒发问 现在有一分钟的准备时间 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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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说话会知同学 好 一分钟时间可以就说可以 可以 订阅 尤其和我们说只要翻身就可以吸引人流 先看清楚例子 像有外街市有方所说的同华风街市原来说的是什么呢 那些报道主出 原来是这样做完主题活法之后 很多年轻人专程去参观 专程去打卡拍照的时候 我方想问如果你只是翻身 就是家族不乱气 如果这些人流打卡去参观的人流 怎样吸引尤方法肯解释 第二个例子就是用有方向自己说的 石的街市是怎样 讲一讲旧香港文化 而现实在说的是什么呢 就是讲旧香港文化做完之后 有不同的小学举办优客团 希望他们去参观香港的文化 香港以前的街市是怎样 只是翻身 只是家族不乱气 是这些点做到反省正面要答 多谢各位 答题用41秒 现在请英华书院派第一位台客发问 那又安很高 loyalty 师妹 今晚可以收到什么 会知同学 请给反应 可以 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订阅ين 各位 Anyone sólo 尤方堂說街市發揮它的功能 就是要提供一些買賣生活必需品的服務 但是街市老化環境沒有人去 怎樣可以發揮到尤方堂所說的功能呢? 所以我們看到鴨利洲街市因為環境差 街坊不想買東西,而商戶也不想流 紛紛搬走,空置率高達一半 十七九空的時候,一些沒有人用的街市 是否可以發揮到尤方堂所說的公共用途呢? 如果我們正正看到制活化之後 空置率跌至零,主題和環境好 吸引街坊,街坊肯買,商戶肯留 街市得以重新的時候 想問方堂,街市丟空還是吸引更多人去 才可以更加發揮到街市本身的功能呢? 多謝各位 多謝,發言時間45秒 現在有1分鐘的時間準備 叮 零,逃動 因爲 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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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时间够了,请正方代表 是,听到 英华同学,听到吗? 听到,好,准备好,告诉我 可以吗? 丁 各位大家好,我想说 有方你们只是说外心街市一个例子 有方你们要记住 公屋街市主要的对象是公屋居民 所以物价主要是就着公屋居民 还有,你说已经想可以吸引别人来打卡 但是这只是短期来的刺激 它没有长远的效果 公屋街市用来就是要你长远的效果 几十年是服务着公屋居民的需要 所以我觉得有方你们可以留下这个点 多谢 好,你所用的时间是38秒 Point是英文来的 请评判就尽量扣分 正如刚才的percent一样 如果评判觉得要扣分的话 请扣一分 好,接着呢 我们就到这个 正方的第二条台下发文 好,准备好了吗? 丁 大家好 我方两位负面都已经提及了不少的例子 证明主题设计活法公屋街市的负作用 就是可能令一班业主有机会将有借口 将租金大幅上升 而租金上升 必然带来的价格货品价格上升 对某些公屋居民 这班社会上的弱势社群来说 自然是八上加根 所以想问有方同学 令公屋居民是否更辛苦 究竟是设合了公屋居民的实际 还是设合了一班业主想赚进公屋居民的钱的心态呢? 请有方同学正会答 谢谢 你的发问是35秒的 现在到反方准备时间1分钟 叮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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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请反方派出代表 感谢观看 请反方派出代表 感谢观看 请反方派出代表 请反方派出代表 有方一不和我们用石离街市的例子来论定主题活化和街市格格不入 说街坊根本就不想要 但有方又有没有看过石离街市未活化之前究竟是怎样的样子呢 当区区议员跟我们说当时地面湿坏环境非常暗烈根本就没有人想去 公职率更加高 但是现在改善了我们有100%的出租率 所以我们看到主题活化的确能吸引更多人来街市提升街市的竞争 所以有方由头到尾都只是担心加租的问题 但是我们看到当时签合约合约时已经被了领展这么大的权利 即使你不做主题活化 领展仍然也可以接你租 所以想问有方 为什么可以将一个合约条文的问题 归咎于主题活化身上呢 谢谢各位 所用时间49秒 正方一分钟准备时间开始 丁 感谢观看 時間夠了,請正方派出代表 聽到嗎? 英語同學聽到嗎? 給OK手勢聽到 可以嗎? 可以 我想問既然有方都知道 本身領錢所管轄的街市租金業本身這麼貴 既然是這樣,為何還要加主題下去呢? 只會令租金更貴 而且你要知道公屋街市本身是給公屋居民在裏面做的 如果你這麼貴的話 公屋街市公屋的人本身都租不到那個位置 那我要公屋街市做什麼? 為何我不出去其他街市利用? 對不對? 所以現在的重點就是 主題設計是沒有需要的 如果街市本身是髒的話 你就翻身它 但是如果你加上主題設計下去 只會令到翻身的工程更加更貴 那就令到本身已經貴的租金 那你叫公屋居民怎樣租? 怎樣用? 那就變成外商 只會引納外商 那公屋街市沒有意義 多謝 同學所用時間五十六秒 我趙耳聽到有個英文字叫貨 那評判呢 就自己決定是否要求婚 好 在你不覺不覺的期間說了個貨字 好 現在馬上會進入結辯的環節 結辯之前雙方是有一分鐘的時間做準備的 這一分鐘準備時間現在開始 謝謝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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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听过富二代升二代而我就是此次实实住居住屋的住宿 不是啊 其实是肉类分割而二代才对 这个称呼改变的背后 其实都是反映着现时短进的公屋生态环境 我说既然有公屋是一场发生在1954年的石剑尾大火 政府随即兴建 我老婆做猪肉小贩的年代 垂街摆上梭裙肉类日晒雨淋 以后来街市出现 老婆就搬入这个铺位 可能是这个屋邨街市 规划的时候就没那么周长 排水位又不够啊 你看到周围又湿淋淋淋 通风又差了 见着陈思拉 广白这班人 整天入院里就全身湿淋 还整天差一点 年轻的游园环境不好 个个就走上去大人 超市 到最后生意就做不到 有个所说的回忆 波浪兵 蠔油浪烟 我都很饿 但是现在他们的生意做不住 根本他们完全没有蜡烛之地 这档枝只能无奈地建业走了 好了 这个情况今天最入改善 街市就做了主题活化 你看一下环境好了 舒服了 更漂亮了 最重要多了客人来关心 而什么网媒 意见领袖 都被这里的主题装修吸引过来拍片做一下宣传 有些学生来做一些考察团体 这样不是有人来吸引他们吗 好了 生意就不知好了多少 之后陈师奶和王伯就不用看着我们 不用怕有线身 我突然有老鼠才不说 以前就十七九空 现在就很热闹了 记得爸爸就试过教我 教我佛礼的猪手 朝过尾浸过水 就可以做出好吃的白云猪手 今天街市加个主题活化 潮潮尾 化芙柳 温神奇 好了 再说翻身了这么久 旁边的王伯都常问我 哇 你有没有赚少了 的确租金贵了 没法 怎样都要成本 但实际情况是什么 除了平时帮衬的熟客 师奶之外 还多了一些年轻人 九十后来帮衬 还多了人来帮衬 可以顶住租金的升幅 所以大家可以看看旁边 买猪肺牌 从来没有加价 所以我这个人 作为一个社区的分子 最重要是什么 我赚得开心 街坊又开心又安心 那就可以了 不如说实话 到今时今日 什么都讲求进步的社会 就连家做猪肉好 都要上学培训 成为专业的分割技术 猪肉分割技术 其实公屋街市 又何尚不是不断的升级进步 如果我们面对大型锁店的竞争 不会像有方旁边 翻新了的街市 就会连锁商铺 我们会 你按照以前的经营手法 其实都不知道可以捱到什么时间 作为一个小市民 我更加希望社区小店百花齐放 你看 不同屋村 以至荡口背后 其实都有自己的文化 主题活化之后 街市除了可以吸引更多人来买菜之外 又可以承传社区文化 成为保留共同盟益的载体 走一转街市 就见到旧香港的生活秘密 或者埔村的特色 最后说一说 我这个主题都是一个梦想的 就想邀请大家 来我档口一转 带你见识街市的人成美 多谢各位 好 这个凡方欠便所用的时间 是没有超时的 好 接着我们请正方的 欠便 听到我说话 好 请问你可以吗 可以 丁 好 其实有方都知道 租金贵了 那为什么只要用主题翻身 令它更加贵呢 没错 它是缺分一个租金限制 但是你用主题翻身之后 就令它更加有借口 它再加你多次租 有方用个人 反映了主题活化的好 但你有没有问过实际使用者的真正需要呢 我这里住启田 翻身之后一根菜就8元 主题活化之后一根菜12元 拍得着超市 那为什么我不想楼上维康买呢 有方同学 有方你把公屋街市当成大型商场 人多当多最好物价问题完全没有关心 这样都说得通 变题为什么不差去公屋两个字 有公屋两个字 只要提醒双方 街市作为公屋社区的配套 是一定要支援公屋社区 这个才是变题中的实际 你加租赶走旧当主 又减费了街市作为凝聚街坊作用 又提升了物价 根本就不适合公屋配套的实际 结变幻知 仲观全场有的几点都没有 第一 是现时数十个主题设计街市里面 又方今天就提不到几个 是真正设计屋邨特色和文化 搞得更加有吸引力的例子 其实你将 池云三变成欧陆小镇 宝林街市变成贝达佩斯 友爱街市里面的童话世界 和人家屋邨文化环境背道而似 他的主题设计发挥到的效用自然有限 我方不是说你这样搞完之后 街市没有办法经营下去 但各位要明白 我们今天讨论的不是活发 而是主题设计来活发 当友方证明不到那些主题设计 令到街市兴旺的必要因素 那多次一句自然不切实际 很多我们刚才提到的街市 就算没有任何主题设计 改善了街市环境和卫生 其实都活发到 池云三本身是没有街市的 而有外街市翻身一次就加租一次 主题活发后就更加一次 其实这样又有必要吗 其实良好的改善和管理都已经很好的发展 主题设计反而来到他变成一个怪胎 而之所以发生主题设计 连桌头下映都微乎其微的原因 是因为这些设计往往都是由上至下 由业主一意孤行 一双情愿地去做 真正的街市设计要做到的是由下而上 知道附近居民的结构 他们最需要的设施 和社区其他设施互无不足 这才是作为一个街市 作为一个社区内建筑物应有的设计原则 这些街市连设计都说不上 更和论街市原本有的功能和意义 有方第二个证明不了的是 用主题设计街市更加提升到社群间的练习 其实大家知不知道 行安街市在变成秘密发运主题之前 他的设计有什么特色 就是不够甜 不够甜的原因是因为 当主长期的区内扎根 他看到有很多老人家很口痕 常常都很想吃糖水 但我怕太甜的身体不好 所以他特意调到甜度 令驱逐老人家可以吃糖水 因为糖水很卑微 卑微到你不会在任何政策文件 会计帐目统计图表里看到 但对于是公屋附近的老人家 住公屋的老人家和居民来说 这些就是街坊之间的贴心和关爱 这些就是他们比主题设计更加设计到实际需要的东西 其实我们看不到主题设计来活化 街市可以做到这一点 我想应该没有人记得日东主题的酒店 日东街市的主题 一个二千年日火 在尼岛的新市镇 60年代九龙城 其实够搞笑的 但更加重要的是 你不记得主题也好 你一定会记得它是全国物价最高的街市之一 天水围的物价监测公营街市发展 这条文章就显示 原来日东街市物价仅次于天水围 比全湾羊屋道街市贵成三成 同学刚才所说的天水街市就是其中之一 你搞到这么贵 那些公屋居民怎么住 主题设计所耗费的设计费用 多余的装修费用 搞成本上升 租金上升 这些就是导致物价上升的其中主因 一个最终是要服务公屋居民的街市 用主题设计 不但没办法令到该区居民的生活造成上升 更加成为了不理因素 我想问有方 其实究竟的实际是实际了去哪里? 多谢 结辨所用时间4分04秒 谢谢 今天比赛暂时到这里 台上比赛的竞赛环节就完结了 现在会进入计分的环节 和评判评语的环节 我当然会先让莫小姐和梁小姐评语 但两位评判请问 现在需不需要一些时间 还是你们已经可以给评语呢? 例如梁小姐 你会不会需要多些时间? 不如我先说 因为我说完 可能也有机会要先走 因为我院校自己今天有点点 没问题的 我们请梁小姐给大家一个建议 但是两位同学可不可以先打开镜头? 虽然完了比赛 对 OK 英雅同学麻烦你也打开镜头 不是 好 梁小姐 可以随便 请你发表一些看法 给同学分享一下 好 好 那这条辩题呢 其实我一开始收到的时候 我本身以为可能 就是 我本身以为 个比赛有机会很一面 因为不切实际 你四个字呢 要求都挺高 你要说到它好像完全没用 但是 整个步骤下来 我都觉得 和我预期也有点出入 就是我觉得 原来都 正方都真的 看到它一个 不实际的位置在哪里 这个就是和我预期有点出入 但是说回 大家如何去否释这条辩题的时候 其实我整体来说 反方在后场的得分 是越来越难的 就是在我将分子上面 它是越来越难得分的 原因就是因为 一开始的时候 其实正方是 整条主线很简单 就是说 因为 你无缘的要给他一个主题 而这个主题 它是没有意思的 而这个没有意思的东西 就很怪 所以它就不切实际 但是反方 前场都还可以 塑造到它的租金和活化 没有直接关系的 因为你没有机会加租 但是去到后场 已经被提出了 就是 那就是因为你现在 搞了活化 它要更加贵 但是我觉得 在这点上面 我论性 就是反方做得不太足够 你要去解释就是 为什么我愿意额外 给那一笔钱 去做一个活化 前场都还试试 又说 客运会多了 但是 整场都是 天税的例子 就是营业额 多了50% 但是我又觉得好像 不是很足够 因为同时间你不停攻击别人 是拿过例去论证一件事 但是 在你们的世界下 你们都有少少是拿 某些成功街市的例子去论证 所以我会觉得 当两件事同时出的时候 我就会期望 你会不会除了一些天税街市 和你说一两个成功街市 会不会有些 再好一些 或者更厉害的街市 它那个营业额 都是有上升 所以这个我觉得是 反方 在资料运用上面 要再小心一点的位置 正方呢 其实 正方在那个租金的位置 我会有少少觉得是 供不入的 因为你一直都很单 很简单 就这么说 因为你有主题 所以一定会贵了 你看一下 连个豆腐档 当主都这么说 但是 有没有一些再实际的例子 或者 会不会有些 报告 或者一些民调 是市民会不满意这件事 或者 市民对于这件事的看法是怎么样 如果不是整场比赛 就很流于 就是你有一个豆腐档档 他又有个天水街市 那样 就好像大家都 交锋的位置 我觉得 不多 这样 还有 这个就是一开始 我觉得那个 租金和主题化 那样东西 第二 其实我觉得这条变题 去讨论主题化 有用呢 其实反方开始有厚边 说到一点 就是主题化本身 它的本质上就是 透过给主题 增加一下下缘 其实 某程度 我不知道我没有记错 但是反方去到后面 尝试说 就是它跟街市之间 因为本身街市 跟超市之间的竞争 超市本身 不是 街市本身就差点 但是现在 活发之后 它就可以跟超市竞争 等等 但是我觉得 如果你们开了这个角度 我会期望 听多一点 就是 为什么 街市 这一件事是重要 或者 为什么对一个街市 来说 这一件事重要 因为街市本身 就是在你们心目中 街市的定位 到底应该是如何 因为 其实 政方是很清楚 不停强调就是 现在 它真的专门去服务一些 可能是贫富大众的 所以它的定位应该是 低价钱一点的 但是 但是 到底在反方的世界 你觉得一个街市 它的责任 或者它的使命 是什么 就是 如果你觉得它 是要很漂亮 很美临美满 吸引到很多人 这个可以是它的一个 使命 或者责任 但是整场比赛 我就不太明白 反方对于街市的定位 到底是如何 以至于 当 政方不停强调 它就是要服务一些 窮富大众 所以它的价格 就应该是低 那我就会不明白 就是反方 到底你是觉得 它继续加了 没有问题 还是你觉得它 加得更多 都没有问题 还是你觉得它是要去到一个 和超市看齊的地步 就是这里我会有一个疑问 就是你们的定位到底是什么 那最后呢 就是说回主题化这一件事 我会觉得 我觉得 双方在主题法本质上的讨论 是不够多的 到底主题法必然带来的利与弊 到底是什么 我觉得这个讨论是 不够多 不是很够多 又或者 你们论证的手法 未去到一个 我觉得 一定关事的地步 例如 多了人 租金贵了 你们双方都会懂得去拆 就是有不同因素的影响 那些 那变上我会觉得 这场比赛的讨论 不是很够聚焦 就是有太多好赚的东西 就是到底什么关事 什么不关事 是会令我听听是有些疑惑 那 还有我觉得这个赛制都挺特别 就是有一个台上发问 还有一个台下发问的环节 那我会觉得 大家在处理如何回应 这个答问环节方面 就是可能正方就比较 可能都有一两个是新人 或者经验比较浅的同学 那就很心急 就是一听到别人问完 就很心急问问题 那在这些位置要小心 那我的反方和正方 都有一个共同问题 就是 你们不是很听别人整条问题问你 很喜欢 因为呢 其实出问题的时候 很多时候 你除了一条Q位 就是真的有question mark 那个位置很重要 你有时都要留意 人家 前文后 你到底是想针对的是什么 例如 有时正方的问题 其实明明就是想问你 无论怎样都好 按照你的说法 它怎样都跪了 那为什么我要再压 我做一些东西 令它更加贵 但是 反方就可能 收拾了其中一小部分的东西 来回答 那作为评判的角度 我就会觉得你回答得不够全面 因为其实这条问题 最想问的位置 我会觉得你没有解答到的 那这些要小心 但同时间呢 正方的同学去回答问题 正方的同学去回答问题 正方回答问题的 可能就会比较心急 所以组织回答得不太好 有时可以 冷静一点去想清楚 你要将什么 放后 因为我觉得有时正方同学 答问题的时候 你会将一些很有价值的 或者很值分的东西 放得比较后 你想想你答问题只有一分钟 最值钱的东西一定是放得越前越好 例如什么为之最值钱呢 反方有问过一些 例如他会有问过一下你 其实反方是尝试将活化和翻身 两者画上一个必然的关系 其中一条问题 有问类似的东西 我觉得 东方前墙和台下有尝试将两者分割开 其实你回答台下也有试过说 就是我翻身不一定要做活化 但是这件事 在你的发言来说是偏后的 变相 你就做不到一出来就很高音 拿到把你的回答 推上上品的动作 就是你要小心你答问题的铺牌 我记得最后 就是反方今天的策略是尝试将翻身和活化 画上等候 至少我作为评判听的时候 我的感觉就是反方是觉得 既然你都做得翻身 为什么不做活化 我当然明白就是你要活化的前提 当然是你要做好翻身 就是你要很干净很美 你才能做到活化 但是问题是我觉得 反方全场都没什么解答 到底为什么我要做多一步 去做到活化 这个是令我有点疑惑的位置 甚至乎去到台下的时候 我记得正方第一条台下 我都给得很高分 就是因为正方第一条台下 已经是踢爆了 就是 其实你说的所有离处 我早翻身已经能够做到 所以我觉得这一件事 是反方要小心 就是我觉得去到以赴劫变 他们是开始尝试用不同的说法 去表达到底为什么 活化这个动作是重要 但是力度不足够 所以这个是 反方要小心的位置 尤其是因为这个赛制 有一个台下发问的环节 所以你们很容易 就会被这些位置 难倒了自己 所以再去想的时候 你们要 要想清楚你们 论正的到底是 是想表达哪一部分 但是整体而言 我觉得今天 双方都是一个好的尝试 就是这条面题 我也是第一次听 我觉得双方的 一些说法和想法 对我个人而言 都是很吸引的 就是这样 多谢梁小姐 希望下次我们 恢复实体赛的时候 可以邀请你 到时我们 其实原本实体赛 台上发问的环节 是质询环节 即公辨 台下发问的环节 是自由变 外于网络 比赛的执行问题 我们就改了 但是也就像你刚才所说 对同学来说 有新的挑战 有新的学习 希望下次 希望我们快点 有实体赛 大家都希望 好 我们现在请莫小姐 大家好 今场比赛 大家此刻分子 就可以留意 其实今场主要的分数 为什么会差到这么远呢? 主要是因为这张分子很特别 它是一个乘数 去比例 而它的内容 是占分非常重 大家要想想 如何突破到中品的范围 去到一个上品的位置 大家可以慢慢参详一下分子 首先我想说 今天最大的分歧是哪里呢? 就是正方觉得 可以做翻身就够了 不用做活化 但是反方在说什么呢? 反方就是跟你说 我的活化是包上翻身的 为什么不直接做它? 你的利处我也有 那我吃光了 这个就是反方最大的立场 但是正方就尝试 督穿它 其实你可以不做到活化的报告 这样贵很多 但是最可惜的位置是什么? 是没有资料 是我听不到到底活化和翻身之间差多远 如果正方可以提供到一个数字 告诉我 原来 翻身和活化中间欠这么大的钱 有些租金也会欠这么远 然后呢 卖东西的价钱也会欠这么远 空置率明明都有这样的提升 如果你给我的这个数字 我会 资料回正方很多 就差很远了 所以其实 我刚才主席也说了 我刚才都已经做了一场 我自己的学校也是做这一场 所以我发现了 这条辩题之下 资料是非常重要的 而其实到最后 我会说是资料和定义之争 那定义之争是什么呢? 就是反方的活化 到底怎么用活化这两个字 是不是真的把它定义到 剩下翻身那么简单呢? 因为其实今天反方有点不致 他将活化定义到 就只是翻身那么简单 他就跟你说 你做了活化之后 就会没有老鼠没有积水 很干净的了 还会有很多人来打卡 但其实活化是不是这么简单呢? 就是活化不是这么简单一回事 其实他本身说 譬如说你们看一些密密活化 说很多都是 令一同大厦 这个地方有一个活力 而不是很像以往那样 一个死的地方 那其实香港的活化 一直都是做得不好的 你们可以参与一下 这些都是做得很好的地方 但是大家可以再看这些 我再针对今天这一场比赛 我觉得正反双方的主线没有大问题 但是呢 不是说去到很令我印象的地步 原因就是 大家都是在打一些比较流行的事情 而且 我觉得主变推出来的时候 大家可以争取一下推主线的时候 那些定义或者推论的过程 对了 然后去到这个 负面位置 对了 有一个很有趣的位置 就是呢 正方有一个点是格格不入 然后他就举了一些例子 然后反方一开始走出去 一副就说 你要数位置我也数到的 然后他没有数到 但到了二副就很分辨 他走出去就说 今天你说格格不入 那我数个例子给你听 原来西湾河用这个码头主题 主要就是买海鲜 是不是很符合 然后正方竟然就这样放弃了自己的双方 实际上 其实你说的那个不入 其实是说他多余 其实的确是有这个问题的存在 因为公屋街市 其实 普遍正方的打法 都是说保留 因为公屋 他们 最重要是便宜的 便宜的话 保留最基本的功能就可以了 那他不需要太多的色彩的了 总之你弄得干干净净的就好了 那其实这个是正方的立场 但是我觉得你可以再坚持一下这个论点 对了 然后呢 嗯 啊 去到这个 台下发文的位置 台下发文的位置 我刚才说过 其实资料真的很重要 但是为什么台下发文 大家有些位置突破不了 去不了上品 其实最关键的原因就是 有时候我听到你只有三十多秒 但是我听不到资料 那我就会很失望 因为那些位置 我觉得是可以分享资料 那我不知道你们是没有资料 还是什么 但是 如果你剩下这么多时间 那些资料 就会失望了 譬如是什么呢 譬如说呢 有一个台下 我不太记得是发文还是回答 那么呢 就有位同学呢 就出来说正方的 就说本身都已经贵了 那你加主题之后呢 就更加贵 那主题是一些不需要的东西 那翻新工程更加贵啊 那对于工工街市来说 有什么意义呢 那是不是不切杀制 它是一个很完整的推论 但可惜的位置是什么呢 没有资料 结果呢 没有资料 你又很快地回到你的位置 那我就失望了 那你就 虽然有一个很完整的推论 有一个很好的内容 但是在资料运用方面 你拿不到我的分子 这样呢 就 我会说是失色 可以做得更加好 浪费了的 我会说是 浪费了一个你这么完整 这么好的推论 然后呢 我觉得今天这一场 值得说的位置是去到结辩的位置 我发现中学变界的结辩呢 开始越来越有质素 因为呢 最基本的框架 以前可能有时还会出现混乱的情况 但我今天听了两场的结辩呢 各位的结辩呢 都有一个很明确的框架 甚至呢 我觉得双方结辩的演绎是 挺好的 我觉得是非常之好 是值得赞赏的 特别是这个的 反方 你的演绎是非常之生活化的 另外呢 听了两场之后呢 都写一写 另外呢 我觉得两边的结辩做得很好 一个位置就是 我们经常说结辩要虚实见地 而你们的确是做到的 就是你们在 我前一场听了这么多的推论 和论证之后 在结辩是的确帮我抄抄立场 然后描一描照片 而你们的照片是画得非常清晰 所以这件事我是欣赏的 那 我的评语就到这里 一场话短说 希望大家注意资料运用的问题 就这么多了 谢谢 好,谢谢莫小姐 那最后就是我的评语了 那我就尽量简洁一点 从两个部分说 不过我常说尽量简洁都是假的 通常最后都不简洁 我先说第一部分 就是 我很开心今天见到很多新的面孔 很明显会知道中学有新的同学 英华书院的同学 以我的了解应该都是很多新的同学 其中只有一个样子我认得 就是义父的同学 因为上次他帮我做过计事 那时候还是很害怕丑不说话的男孩 谁知道今天就来世空空 就好像变成了小老虎 我觉得是很开心的 看到大家真的慢慢成长 这是一个很想见到 亦是联赛搞的理由 所以我想首先从经验角度去说 两队刚刚开始成型的辩论队 可以如何做得更好 我发现有三个两队很大的分别 是很明显的 第一件事就是 双方比较来说 会知中学的团队的感觉是更加强的 那这个我想 因为我认识他们的教练 我想可能多少 权哥花了很多心思在这里 也可能因为同学比较新 所以很多时候比较配教练 也看得出在稿的操作上 花了很多心思 所以令到一帮比较新的同学 上场也相对有一个渣纳 所以那个团队的感觉是很强的 无论四个同学论点的连贯 操持的方法、结构的方法 反过来 英华的同学一如既往 他们的个人性格是很突出的 每一年都是 所以很多时候 好的地方就是他们的生活语言 比较落地一些 职场的反应 比较容易理解一些 以及活潑一些 这个特色在这一场辩论比赛里面是重要的 因为当我们说的是街市的问题 我那个年代经常说 就是因为牛头角 顺素都要听得明白的话题 在这方面 我觉得可能 个性化会更加理想 不过 个性化还是个性化 如果个性化超出了一些情况 又或者个性化到一个地步 四个好像独立个体那样 在团结上面 在队形上面 就不太理想了 这就牵涉四对人的默契 其中一件事很明显的是什么呢 甚至乎在内容上 也有时不太启合 我举个例子 就是刚才两位评判也有说过 你们不停地去说 其实整理完干净之后 是不重要的 最重要的 更加重要的是主题 因为只有主题活化 才可以帮助他们升值 真值的 这个点我从头听到到尾 都是你们的点 但是去到义父的时候 因为被对方 政方折得比较紧闭 他就会说 不是啊 其实政方说 你最重要就是搞好他就算了 公屋居民搞好他而已 于是义父就有很爽快的回应 他说不是啊 你做主题设计 一样要搞好他 两样东西没有冲突的 你可以搞好他之后 再搞好一点 其实在这方面 那条线已经有少少 转换了 那个位置 就是说去到义父的时候 你们很清楚地说 就是 政方是在说就这样翻身 你们是在说主题设计 里面这个包装 是包装翻身的 是不是? 这是义父的说法 不过我不知道 这是你们原先的线的设计 还是义父临墙的反应 我发现其他同学是找不到的 以至于去到台下发问和结辩的时候 你们是回到最开始的说法 就是 那难道我 你现在不要我主题翻身 那难道你喜欢街市 周围都是老鼠烂融融吗? 但是正正是你们刚才义父说了 主题设计已经包装了 不会烂融融 不会老鼠的了 所以我听你这样去认识别人的点的时候 我就明白 OK 你们义父是突然之间标了一个小小的triks 而其他同学追求不了 这个我会觉得可能在团体的合作上 下次可以再注意一下 是否大的失误呢? 不是大的失误 我反而是觉得 反映你们四个同学的默契问题多一点 第二点就是 语言和结构方面 两对各有需要改进 各有优胜的地方 在语言的运用上 无可置疑 英华同学是理想很多的 这个都是你们的传统 你们的语言运用是很凌厉 很流水的 这个是一向你们的做法 这个很理想 我觉得会知同学可以学一下 反过来 会知同学的语言是英俊的 但是我不是看到很多你们即场的反应 直至你们台下发文 而我从你们台下发文反应里 我看到其实你们有能力做到的 或者不会落花流水到 好像反方那么顺利 但是其实你们有足够的词会 去表达你们的想法 可能会慢一点 可能会生濕一点 但是我会觉得 你真的要逼到去台下发文 你才会见真功夫 反而台上很多时候 那篇稿 我猜八成都写好了 所以你会听得出 在那个过程里面 即使你的表演方法不是读稿 但是我听得出你们 很大程度是跟回原稿 那就变成职场的反应差点 不代表你们没有反应的能力 不代表你们的速度不够快 是代表你们的信心不够 以及经验不够 我觉得这里应该要放手一下 反正今场又不算升降班 放手一搏 输不就输了 没所谓 但是另一方面 汇资同学做得比英华同学好的地方 就在于结构了 这个也跟英华同学 刚才我说的 你们原先比较过人化的问题是有关的 你们比较依赖 即场反应多于事先准备 所以即场反应有亮点 当然有亮点 但是有亮点到一个地步 要像结辄那样 有个结构在里面 很明显结辄也不是立刻作出来的 你也有一个框架 因为你有一个弱略的框架 你再讨论一下的时候 就两边都会兼顾到 但其他同学就说 我去到现场我就懂了 所以很多时候 即使你打中个点 但是在听起来的时候 那个结构或者用字的方法 present的style 就未必是最理想的情况 相反 汇赖同学整个结构是完整很多的 什么时候要问问题 什么时候拿例子 有一些我们讲的指示用词 第一、第二、第三 讲完这样讲那样 这些东西是容易很多 所以mark point的时候是清楚很多的 在这个角度来说 汇赖中学的同学做得不错 反过来我会觉得英华中学 可能在这方面的经验会更好一点 讲了个人的表现之后 我继续讲一下这个内容的问题 因为这条题目其实是我推出的 除了这条题目之外 另外这条题目 除了这些政治题目 经济题目 房屋题目 我觉得实在太满了 所以我就去作了一条 这样的街市的题目 因为我相信这条题目 其实很重要 因为社区是什么事 街市是什么事 我觉得我们作为辩论员 如果只懂得讲大道理 你不懂得关心民生里面的小议题 其实也可能再有进步的空间 而事实上小议题的结论 就不是小议题 因为里面反映的是所有街坊的生活 包括他们社区的融合 包括他们的文化层面 地区的特色 地区归属感 地区的性格 以至于他们日常生活 花多少钱去吃饭 诸如此类 所以我会期望 这是一个很深化的题目 也应该跟同学的关联性更大 我自己带两队 那两队学校 一队是屋邨学校 一队不是 相对比较好 但两队人都不去街市 所以第一件事 我就要踢他们去街市 看一看 他们也在一开始时 有出现一些情况 就是只说一些点 很简单 因为他们copy我教练讲的东西 就表现出来就算了 但真的 到他们临比赛之前 我很需要问他们一个问题 就是 你们是否真的信你们说的 你们知不知道 每个街市里面 有什么的认记烧鵝 枉记大排档 是有feel的 有感觉的 有人情味 或者你们究竟想不想象到 那些人去打卡的样子是怎么样的 我很在意的就是 在一条这么生活化的题目里面 除了大家可以卖弄自己 很厉害的辩材 或者很齐整的辩稿之外 你们有没有走入这条辩题里想想 为什么要出这条辩题呢 这一样我会觉得 可能是差点一点 以至于今天 双方的内容 正如之前那两位评判所说 不够深化 以反方为例 你们说了很多主题设计 但是你们始终没有说过 主题设计比普通的翻身 多了些什么 没有说到 例如 今天 正方没有说很多打卡 刚才第一场说很多打卡 其实打卡有没有意义的呢 正方如果变成的话 他会说打卡是没有意义的 大家开心 吹水 然后来一次就不理 但大家有没有考虑过 在这个世界里面 现在的网络世界 但最有效的宣传 不是去TVB卖广告 是靠人打卡 是不是 所以KOL才这么值钱 所以当你令到一个地方 有办法 用不用怎样的成本 而可以做到 那么好的打卡宣传效果 这件事对于推销一个 产品或者街市 是否重要 如果你确认宣传和推销重要 这样的话 令到他有得打卡 某程度 是不是都要令到街市翻山 其中一个原因 第二件事 主题设计 为什么要主题呢 你设计也可以 为什么要主题呢 意思就是 由头到尾 整件事都是贯彻一个感觉 让你一走进去 这个就是旧香港的感觉 你一走进去 全国都是旧香港 那作用是什么呢 如果大家有去参考一下 在一些建筑学的书里面 主题设计一个最大的原因 就是希望 enhanced engagement engagement 因为当你进入了一个 有统一设计的环境 你感受到一个氛围 你才会有个连结 是不是 第三件事就是 主题设计的特点 就是你可以不喜欢 他们觉得他很醜 很噁心 这件事就是视乎 你有没有先engaged 那些市民的意见 但是特点就是 它让你每一区有自己的街市 就是以前的名将寿司 很难吃 也是一个卖点 很噁心的主题街市 也可以是一个卖点 大家看看有多噁心 所以特点就是 它把一个原本 十八区 各个一模一样样 都是周围这样的 一个普通 倒模式的街市 变成一个 只有你的区才有的街市 没有第二个区有的了 这件事对于凝聚居民的文化 特区的特色 以及create整个区的集体回忆 有没有帮助的呢 我会觉得 其实这几个角度 都是在针对 究竟你怎样可以令到 主题设计 给普通的翻身 是可以增值的地方 我觉得同学如果 随便一个角度里面 可以加深多一点的看法 这个讨论应该会深入一点的 反过来 正方的同学 今天条线很容易捉 就是基层 你们花了很多心思时间 去形容基层有什么需要 公屋的特色是什么 我觉得这个是可以的 但反过来 我也会觉得 那个线路会不会窄了一点 如果你拿这么窄的时候 我会期待什么呢 如果是窄 就要研究得深 如果是阔 你研究得不深 就是说你很多东西打的 我不打你 A打你B打你C 在策略上 我铺了10个点给你打 这是一种策略 你们不是 你们只打一条线 就是公屋和居民 这样的时候 我就会期待 你们研究得深一点 捉得深一点 找清楚 在这条线上 你赢的位置是什么 然后逼反方给你一个反应 很简单 如果你要拿公屋和居民 你要质问反方的就是 公屋居民月入 只有万多元 一家四口 我问你 他想鱼便宜一点 还是想街市变海王龙公 如果他想要鱼便宜一点 那已经够了 反方证明 为什么你主题设计会令鱼便宜一点 你主题设计令鱼不便宜一点 甚至乎令物价没有分别 那也是没有用的 因为我不需要 我公屋居民需要一件事 就是便宜一点 那些菜新鲜一点 如果你做不到便宜一点 和新鲜一点 就算没有分别 前后一样也好 都说明你的主题设计是没有意义的 那就是不切实际 我会觉得 如果你只有一个点 你就应该用尽不同的例子 不同的数据去侧英华同学 例如英华同学手上可以有些很漂亮的例子 因为现在其实机会资本旗下的几个商场 全部100%出租率 没有空置率 而且他们事实上是做到保留小店 和店员增加这些东西 他们没有特别厚厚 这个我又觉得有点失望 因为这个明明是你们的赢位 其实刚才的数字已经证明 活化 by nature 赢得适合 正方只可以关注 你活化是很短时间 不是长期 但事实上 出租率百分百 人流加几倍 已经是事实的时候 就已经会化了 这条题目已经不成立了 反方没有在这方面着物 或者花功夫下去 但反过来 正方当你找到 不是 这个机会资本好 大把主题设计好 那些例子 那些例子 你有没有研究下去 迫巴英华 他们一定要回答你 没有 所以今日英华同学 可以很流畅瀟灑地表现 因为你们没有给他压力 你没有发挥好你的线路 我会觉得是有点可惜的 因为你们的线路是齐整的 因此我刚刚看完三张分子里面 我张分子的分岔是最窄的 大家等一下可以再参考 我的评语大约到这里 基于我同时又是主席的关系 等我现在就来宣布赛果了 同学准备好了吗 我还没准备好了 等一会儿吧 OK 好 听到了吗 今天那场的赛事 会之中学对英华中学 11月14日的甲二组比赛 正方是会之中学 反方是英华书院 不好意思我读错了 今天的最佳辩论员 就是 反方的二父王启涛同学的 大国仔 恭喜 至于今天的赛果 就是 0比3 反方英华书院 胜出 也都恭喜 谢谢大家